连胜文在这个遭到枪击案之后呢 大家看到的蔡衣衫真的形象有在改变了 以前看到她总是小脑衣人哦 就在连胜文旁边 有时候连胜文高头大马把她都给挡住 那么有时候呢 就是笑开来真的好漂亮 最近看到蔡衣衫自从枪击案以后呢 脸色都相伤的严肃啊 今天呢陪同连胜文一起出面 脸色也是很凝重 你一定印象还很深刻 之前她在医院的时候呢 被媒体堵到的时候 她只讲了一句话 我们绝对不会向暴力逼头 现在看到的蔡衣衫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温柔婉约的蔡衣衫 难得出现这么大动作 出手挥开媒体 就是怕连胜文会在媒体一片抢拍中 再度受伤 外界印象中的蔡衣衫话不多 总是默默站在连胜文身旁 包胜包怎么样 还没有出来怎么知道 很惊涛周期是参见哦 谢谢啊 谢谢啊 和以前总是低头闪避镜头 躲在人高马大连胜文背后 蔡衣衫为了连胜文便坚强了 展现女强员一面 蔡衣衫从一踏出异品大厦 眼神就先观察媒体动向 手紧握连胜文 十足保镖架势 看到蜂涌而上的麦克风 马上出手挡开 甚至大手一挥要媒体让出通道 再在显现蔡衣衫强势作风 这一枪不止改变了连胜文 改变更多的是她的太太 蔡衣衫 新闻新闻台北 中文报道